欢迎收看江苏卫视 海天为极鲜酱油《非诚勿扰》 有请主持人 孟非 欢迎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 大家好 我是孟非 欢迎张德宇老师 还好 本节美国解释蓝板鲜鲜鲜的 海天为极鲜酱油 独家冠名播出 点赞凉饭就是海天过极鲜 《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 有好诚勿扰获得港容蒸蛋糕 独家特约播出 由本来旺高端矿泉水 特别赞助播出 《水与音乐的交融本来旺》 我们再讲个Qnews 男女嘉宾生日成功之后 都将获得有好诚勿扰 上我的港容蒸蛋糕 提供的浪漫海草之路 正好准备开始今天的节目 有请1号男嘉宾 欢迎你 我认为好嘞 开始吧 这么快啊 刚出来就给了辛宗勋 又是刚出来 对不起 慢下来了 会不会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有点紧张了 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总绪最后一个位置 21号 我好开心啊 然后我刚刚还跟郑杰说 我说我前面 全部都是可爱型的 然后男嘉宾 可能不喜欢可爱型的 然后就到这边来了 终于变成可爱型的了 我刚刚还在窃喜 然后后面又突然来了 对女神型的 然后我就觉得 我可能什么也不是吧 就是她的意思是不知道 因为什么标准 把她放在了蓝区 有自信 走路的时候很有自信 有自信你就放在了蓝区 是这个意思吗 对 我的锅 我的锅 郑宇 基本上所有女嘉宾 她下手都很快 然后寄精是时间最长的一个 为什么她在她身上 花的时间那么长 为什么我没有选择 其实有可能就不太清楚 看不太清楚 看不太清楚 对 是看不太清楚我的脸是吧 对 就是你长得比较模糊 但是现在我看 我觉得我可能一定会选她 如果有第二次的机会的话 谢谢 有第二次机会的话 对 你别随嘴说 你们觉得她口音是不是有点怪 有没有人觉得 有 要不要猜猜哪里人 南方人吧 南方 哪儿 是不是湖南人 好 湖南人 来 我问问杨晓彤 我觉得男嘉宾像福建人 因为之前我们有一个男嘉宾 他也是福建人 他就用了一个词 刚刚那个男嘉宾也用到了 就是 哎 这个特别香港人说话也得可音 哎 哦 也这样 香港 广东那边容易这样 好 来 我们先看片子 我叫克罗德 目前是在上海大学 年国际贸易的研究生 我家里有10个兄弟姐妹 我一开始工作的时候是25岁 我是家乡政府最年轻的公园 然后每天是穿西装 然后有时候我们会跟总统开会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希望冒险的 我个人来这边 我觉得我可以挑战我自己 我会记中语 中文是我说最难的 我觉得中文很难 发音啊 四声啊 说话 沟通这方面 我觉得我80%的程度 看新闻啊这些我可能看不懂 后来呢 我把中文学好之后 我就开始觉得哇 中文歌真的好听 有时候我真的我一个人 我听我的音乐 哇 旁边的人我就不看了 我就不管了 我就自己嗨啊 自己可以叫快乐 自己可以比开心 而且你当自己好玩起来 别人都会觉得啊 我想跟你玩这样 我觉得逛街很爽 女生逛街啊 她们要拿很多衣服 花很多时间 所以我跟我的女朋友逛街的时候 我去逛我的 她去逛快乐 每天我看我女朋友穿新的衣服 哇 这个感觉很爽 你知道吗 11号 我对于您说的这个七国语言 这个很感兴趣 因为我觉得有语言天分的人 真的是我很羡慕的 而且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你是怎么做到掌握这七国语言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看你的兴趣 如果你很喜欢逛一元的话 你就去学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要 就是你要敢说 不怕说错就可以学会 谢谢 我们有一个会六国语言的妹妹 哇 五号 公主 公主 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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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哇 你希望到我来这边 能遇到一个我说法语的 因为我是在法国留学两年 然后读的是研究生硕士 然后因为我也很喜欢语言嘛 然后所以当时 是有很多留学生在一起 然后我们就是玩的时候 他们就会教我各种各样的语言 然后我还在瑞典工作过 所以我会瑞典语言 你能把那个六种语言 变着样的跟它一一对上吗 你好 你好吗 我非常感兴趣 这是西班牙语 好 哇 很棒 它很棒 你还有什么 还有德语 Ich bin 德语我不会 Ich libe tish 这么快就Ich libe tish 大概是有问题的啊 还有什么会的 Tolay will it at the bus 这个是 瑞典语 英语你应该会吧 对 人家法语 瑞典语都会了 你问人英语会不会 对 我觉得你们两个再聊下去 其他23个女生想回家了 反正你很棒 非常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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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bita Shanghai OC 好了 你们就可以撤了 13号 我想知道你是在什么场合下 都能嗨的人吗 我觉得比如说我不管我在哪里 但是我还是会考虑 我旁边的人啊 如果我太巧 因为我说我可能我很巧 但是我感觉就是要自己放松 自己开心 自己快乐 好 来选你的中选 我们先来看男嘉宾的第一位 中选女生是谁 讣经 有请男嘉宾 大家好 观众朋友们好 我叫克罗德 我28岁 我是一个上海的外国人 克罗德 欢迎你 你们猜他是湖南的是谁啊 说湖南我最好笑 对不起 对不起 天太热给晒了 一个晒黑的一个湖南人 卡斗 4号 男嘉宾你好 我想问一个比较现实点的问题 因为刚才你在VCR里面提到 就是你家里是有10个兄弟姐妹是吗 对 第一个问题是 那个同父同母对吗 不 你详细介绍一下 就是你的兄弟姐妹的情况是 他说 对 因为我知道 我这个很特别 因为我爸是非常厉害 他有个 你爸非常厉害 明白 我要介绍一下 因为在海地 你可以跟不同的女生相伤害 所以其实我爸是没有结婚 但是他有跟四个不同的妈妈相小孩 我妈是第三个 我先替他们问一个问题 一定会被问到的 他们会这么想 你会不会像你爸那样 我觉得我不会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长大的时候 我看我妈妈的心态 她一直想她的小孩可以比 其他的女生的小孩要厉害要好 之后我就跟她聊 我说妈 我要做我自己的路 不要跟我一起比 跟其他的妈妈的兄弟姐妹要怎么样 就我可以这样 我就这样 所以这个是我不想 我不想给我的那个儿子那个压力 那你将来打算要几个 我觉得两个到三个OK吧 像你们家庭的这样的情况 在你们国家是也不多见呢 还是很普遍 是很普遍的 很普遍 对 因为怎么说呢 最重要的是 看你有没有就是实力 实力 对 养住这些小孩 你爸最大的实力是什么 生孩子 我觉得他很帅 他跟你谁更帅 不一样的帅 父亲的另外三个女人 跟你的关系怎么样 其实第一个好像出事了 去世了 对 对 对 第二个我们关系非常的好 非常好 对 非常的好 但是第三个为什么关系 第三个不是你妈 没有 第三个是我 我捋得比他还清楚 因为太多嘛 我算不清楚 太多了 算不清 没有 第三个是我妈 然后最后一个 因为我觉得 为什么我们的关系 跟他没有见两个好 就是因为他来的时候 是比较年轻 年轻多少 可能一个10到15岁 你爸还是挺厉害的 我说了 我早说 这是人家国家的国情 跟咱们国家没有关系 别乱想 这是在他们的国家 一个加勒比海的国家 好吗 1号 从那个VCR看到 你特别喜欢 陪你的女朋友逛街 但是有一点可能 如果我们去逛街的时候 他还是要去逛他的 然后我去逛我的 因为我喜欢就是 可能要出门的时候 看那个很惊讶 哇 那个非常漂亮 喜欢看他穿漂亮的衣服 呈现在你面前 对对对 我喜欢 我以为中国女生 可能比较喜欢跟 就是男朋友 一直在一起什么东西 刷卡 刷卡还是可以打给我 我来耍 没有 没有 因为现在中国的女性 相对来说自己都比较独立了 所以说现在很多女孩 是比较依靠自己去买东西的 非常好 你交往过中国女朋友吗以前 有 有过是吧 他们是哪种类型的 比较活泼 活泼 哎呦 发音了 发音了 挺好的 挺好的 怎么说 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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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哥们是个自嗨型的啊 好 你给我描述一下 你看看床上这24个女生 有没有哪一个的外形特征 像你某一个前女友吗 所以你要说我的那个中国前女友吗 每面 因为可能海地前女友没有 你说中国前女友吧 你扯海地前女友扯太多了 你又扯出十几个前女友来 一个 一个中国的就好 可能就好 像你的一个上海那边的前女友 我没有说上海的 他很活泼 很善于表达 表达得也很有意思 很人吸引人 当然了 他们家的事也确实太吸引人了 有什么才艺要展示一下吗 唱歌跳舞之类的 唱歌吧 跳舞我也会跳舞 但是唱歌也可以 先来一首歌 好 可以 什么歌 呃 大家听吧 他静悄悄地来过 他慢慢带走车 只是最后的承诺 还是没有再做了寂寞 等不到天黑 平衡后不会太荒美 回忆少轻轻 放开自动的滋味 今后不再怕甜蜜 我想只是害怕清晰 谢谢 太棒了 他们喜不喜欢你 我不知道 我有点喜欢你了 我在你脸上看到了 你父亲的身影 你还有什么没得瑟完的 要不要跳个舞 我也给你时间 我不是会给人 那么多时间的人 谢谢 谢谢 哦 来个舞 那个一个嗨的歌吧 嗨的 今天来到这里 我是个外国人 我要用中文跟你聊 我叫克罗德 今年28岁 我喜欢今天来到这里 我可以抓 我可以抓 我喜欢的 他喜欢我 我们喜欢一起去关节 一起去国 一起上海呀 谢谢 你看那几个女的都已经 来选第二个 来看看这哥们儿第二个中学的女生是谁 看下一条片子 看下一条片子 我一共谈过散乱恋爱 我跟我这个女朋友很少会吵架 我跟她最浪漫的时候 我第一次开始唱的是为了她唱 我觉得我跟我成女朋友 感觉太完美了 太完美就太无聊了吧 所以有时候 我会转一些 吵架的事 我不是真的不开心 你知道吗 吵架很重要 是因为你上去的时候 你真的在乎这个人吗 我们当时分手的时候 感情还是很好 我们分手就是因为她觉得 你要去中国五年 我可能让不了你 我是一个很追求完美的一个人 我希望别人看我好的一面 我不会把我过得不好的什么给你看 所以我喜欢一个女生 就是我可不可以给你看 我最弱的一个面 我离乡的女生 我觉得有三点 我的女生不要做作 你不要化妆 每天像那个加弹花一样 还有独立的 对我来说很重要 第三点就是一个嗲的声音 妈妈 我要回家了 这个我不行 这个声音是转的耶 还有一点就是 我觉得我不要再一点 做一个真正的一个对象 所以我现在特别想听18号 18号 对 你用你正常的声音 跟他讲几句话 嗨 男嘉宾 不不不 江振宇老师说你是正常平常 我正常就是这么想画的 所以我觉得很尴尬 我觉得我全中了 而且我很加年华 你跟你爸妈跟单位老板 都是这么说话 对 我妈妈讲话是这样 我在家接电话 接到我妈妈的 经常会被交错 你用一个低沉的声音 再说一句 努力低沉一点 我有的时候也尝试这样讲话 是可以的 你刚才这一句是装出来的 是的 我有的时候他们想我点 我就会很正经地跟他们这么讲 我说 其实人家正常是这样讲啦 你听到了以后会是什么感觉 你做你自己 看你 如果你喜欢这样做的话 还是做你自己我觉得 为什么不喜欢化妆的女生 为什么不喜欢化妆的女生 不是不喜欢不化妆的 我说不要化妆像家娘的话一样 非常夸张的 对 这一种夸张的 睫毛这么长 每一次眨眼睛形成特别人 睫毛这样 你的头发 整个东西都是假的知道吗 每天回家假发摘下来 对 假睫毛摘下来 对 最后一个问题 2号 我就觉得两个人好不容易在一起了 就好好相处干嘛要吵架 这个我要说 因为我知道我说这一点 一定会有人不喜欢 为什么 如果你一直不吵架的话 一直没有什么烦恼的话 我觉得可能一个人不是真的 因为我觉得你给其他人看你的电视 要证明的话 一定要有一种反馈的 一个 一种 不懂的 什么 也有道理 关心则乱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一直没有吵架的 我在想 是不是我们有一个人是假的 所以我在 我想看 我们吵架的时候 看我这个人 他的一些弱点是什么 他的一些怎么说 他生气的 他不要说一些长话什么的 看那个人的脾气是怎么样 他跟你在一起很幸福很开心 为什么会生气呢 我 你不要说 你不要看这一点 我们一起不上去 你要看 我觉得是 我是在看 我们是不是假的 是不是真的 是这个情况 好 好 我会把最后两点都给聊没了 什么灯都没有 你再聊会儿 哎 我想 我可以问你一些问题吗 那个3号 我可以吗 可以 3号为什么 最后我说什么让你灭灯 因为我觉得男嘉宾的性格 比较活泼 然后 像这种性格比较 应该比较招女孩子喜欢 所以 所以我没有安全感 好 好 好 这句话你应该听过很多中国女生说 我们有安全感对不对 对 他实在没话说的 我们有安全感就分手了 找不到分手原因的时候 我们有安全感就分手了 对吧 对吧 你一定很耳熟 对 你如果现在不耳熟 过几年之后你也会很耳熟 因为我可以告诉你 除了哪一个 最后跟你结婚的那个女人之外 每一个女生离开你的时候 都有可能说 因为我们有安全感 对吧 以后有遭遇你会想起我曾经对你说过的话 差不多都灭完了 来 给两个女生我们看一看 为什么要这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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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好 好 今天我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 因为我觉得他们给我一个非常舒服的感觉 就是我就很自然 然后我就没有紧张 我以为我会非常紧张 但是没有紧张 他很好玩 我再强调一次 这个男嘉宾来自一个遥远的加勒比海的国家 那个国家的文化政治 一切社会制度 都和我们国家有着非常大的差别 那是他们国家 他们民族的事情 跟我们没有关系 他只是到这里来寻找爱情而已 祝他找到幸福